今年第二号台风马娃减弱为中台不到一天 今天上午八点钟再度增强为强烈台风 气象局长正名点发文 指出马娃台风的结构非常的完整 接近圆对称 而且这个台风眼仔细看 是清澈的水蓝色的色尖 外围眼墙云细是均匀的砖红色 而气象粉砖台湾台风论坛也形容马娃台风宛如铁墙一般 日估它的路径不论怎么走 在下周一二都会为台湾迎封面的七个县市带来日式 今年第二号台风马娃减弱为中台不到一天 25号早上八点再度重返强烈台风 持续往西北系逼近 气象局长正名点PO出清澈的水蓝色台风眼 只见砖红色的外围眼墙云细结构扎实 让局长惊呼接近原对称 气象粉砖更形容马娃犹如铁墙一般破坏力惊人 接近我们的时候 依旧有可能是强烈台风的等级 比较高的几率是接近我们东部的外海之后 再朝着东北方向远离 气象局预估马娃强台还会持续增强变胖 挑战巅峰 最强时间点可能落在28到29号 气象粉砖台湾台风论坛表示 马娃29跟30号将会来到台湾东南部 届时如果高压强转向幅度小 而高压弱的话就会大角度转向 但不论路径怎么走 银封面的七个县市包含基隆双北宜兰花东 跟恒春半岛一定会下雨 而且暴风圈很靠近花东 恒春 蓝雨 绿岛不可轻忽 从周六开始有长浪的现象是在东半部 北海岸恒春半岛跟马祖 周一到周四段今天东半部地区的降雨 会很明显的比起周六周日来得开始多一些 巴士海家附近的话 暴风圈到300公里的话 就很有机会有些微的几率 碰触到我们这个海上警戒的区域 气象局强调台风北转的时间点跟角度 是对台影响的观察重点 未来路径走向各界持续关注 这里是云露与台北采访报道